Hello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看白起的CC一個約會吧 白起 這張卡片我一直都沒有抽到啊 所以我直接換了 不想等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吧 我已經認命啦 雖然說其實還是蠻傷心的 我這一次真的是抽得非常的悲慘啊 悲慘CC 好 那走吧 我們去看約會 荒塵之約 傳說在荒塵之中 每當滿月時 會有一位孤獨的惡魔吟唱著失落的歌 所以我們是孤獨的惡魔嗎 然後白起是來修煉我們這個孤獨的惡魔嗎 好 那就來看吧 三個月前 驅魔師公會收到了代號為倉露 的一位驅魔師寄來的封報告 報告上面詳細記錄了他在某地的調查結果 他說 我認為所謂的荒塵惡魔 只是傳說無稽之談啊 這不過是來往的旅行者們 對一座無人空塵俗內照的謊言 我也與那名為Catherine的少女接觸過 她對此事並不知情 只是當年戰亂後倖存者的後裔而已 不過為了以防萬一 我將對整桌城市做一次進化術室後 再返回公會 倉露 倉露是誰啊 是白溪嗎 我們在山中 這個也是新背景吧 對不對 只有我家門口的封信子夜脈枯萎 無精打采的吹著花梗 又失敗了 怎麼了 明明是按照老花像告訴我的方法再種的 為什麼總是沒能開花成功呢 喔 我們在種花喔 難道我沒有天賦嗎 我正沮喪 突然感覺身後腳步伸漸進 誰 我看到一身醒目的白衣 折射出亮眼的光芒 你就是 白淇 這個衣服也太好看了吧 完全被驚豔到欸 青年 是的 您是哪位 怎麼了 我叫白淇 我還以為你是倉露啊 看一下她的衣服喔 她是脖子綁的繃帶嗎 然後戴個十字架的上鏈 感覺像什麼驅魔戀人啊 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誰 三個月前 是否有和我穿類似服飾的年輕人來過這裡 她時常穿著的 竟然是某種聖職者的制服 這樣顯眼的服飾肯定會讓人過目不忘 可是我想不起來啊 沒有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服裝 怎麼了 為什麼要一直看 白淇先生 您說的這位年輕人出了什麼事嗎 怎麼了 她失蹤了 原來如此喔 所以我們是要跟她一起去狩獵惡魔喔 我還以為我們是惡魔 她最後留下的訊息中提到了你 所以我過來問完 喔原來如此啊 所以倉露失蹤了 提到了我 我 真的沒有見過這個人嗎 沒有啊 我努力回想 但三個月前發生的事情 彷彿被一雙大手搶心抹去 只是一片茫茫白霧 我向這片白霧靠近 突然已經刺痛襲來 切斷了我的所有思緒 啊 頭好痛啊 痛得我亮腔了兩步 白淇下意識的伸手扶住了我 怎麼了 我 我沒事 很抱歉我有些奇怪的毛病啊 我的膝蓋不好 常常技術性跌倒 從以前起 我就會時不時忘記一些事情 所以 她懷疑我們嗎 許久後 她看了一眼遠處的荒塵 又將視線轉回了我的臉上 你對那座城市了解多少 您說荒塵嗎 我聽說那裡原本是連通峽谷的要塞 在被鑽爛摧毀後 倖存者被遷移到了我們的村落 然後那座城市便蹲了一個傳說 大家都說 塵鑽有一個惡魔啊 當年是她一手挑起的戰亂 如今城市被毀 她卻依然遊蕩在這裡 每個敢靠近荒塵的人 都會被她吸乾血液 奪走靈魂 這麼可怕啊 所以 我們住在附近的人 一般是不敢靠近那裡的 你也是當年 幸存者的後代 是的 你也是嗎 原來書信上寫的 原來書信上寫的是指這個 我有兩件事想麻煩你 什麼事 我希望你能協助我調查倉路的下落 喔 所以原來我們今天要跟她一起去調查事件喔 還有一個是什麼 呃 我在這附近找不到客棧 所以 客棧 客棧 這不是 中古世紀歐洲背景嗎 客棧 我能在你家借宿一段時間嗎 可以 可以啊 對可以啊 雖然說白起 我現在有點氣你啊 你怎麼都讓我抽不到你的卡片呢 唉 我只能直接換啊 好傷心 好 下一段約會 我抬頭開上屋頂 擺起著一人專注的敲的釘子 幫我修補屋頂的坡洞 回想起出見那天她的不情之心 我到現在都想不明白 自己當時怎麼會沒有拒絕呢 怎麼會想要拒絕呢 不過她人也不壞就是了 然後還有點帥啊 我們還臉紅了 馬上就好 所以我們是跟她同居了吧 然後修個屋頂 太好笑了吧 怎麼了 她直接從屋頂上一躍而下耶 這麼厲害 不愧是武功高場啊 這段時間 每次看到她這張技能的時候 我都會驚訝的瞪起眼睛 而如今她也似乎習慣了 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有 我需要啊 幫我抽卡 你屋頂破了這麼大一個洞 怎麼也一直沒找人修補 我的錢都花在抽卡上面了 沒有資金修屋頂啊 你懂不懂 總之謝謝你的幫忙 說起來你今天還要出門嗎 這段時間她都在附近進行調查 然而關於那位驅抹系的撒落 始終毫無頭緒 對啦 你還是想不起來之前的事嗎 想不起來 沒關係 你不用道歉 那個荒泉到底怎麼回事啊 荒泉最高處有一座城堡 黑漆漆的塔前下方有一方小小的窗戶 彷彿仙切眼睛在靜靜俯看著地面上的一切 今天就是月圓之夜了 月圓之夜 嗯 一般是惡魔力量最充沛的時候 也是他們最容易出現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去修練了嗎 等等 你去準備進去嗎 真的呀 無論城中是否真有惡魔 作為一區模式都必須去查證 傍晚我會出發 不用準備我的晚餐了 喔我們還要幫我準備晚餐 等等 我也要去 如果我的建議真的和著桌城有什麼關係的話 說不定能有什麼線索啊 帶我去吧 如果有危險 我也絕對不會乘你後退的 他點頭了耶 跟在我身邊 不要擅自行動 真難的 我還以為他拒絕啊 既然等一下就出發探險了 我們今天晚上就吃一頓大餐吧 可以麻煩區模式大人幫我處理一下肉類食材嗎 太微笑了 好 我幫你 我們享用了一頓美味的晚餐後 別上著今晚的目的地前進 我要去咯 去古堡咯 哇 這也是新背景吧 超酷的 我們來到了這座傳說中被詛咒的城市前 巨石雷咒的城場上有寶金戰火的痕跡 高聳的城門早已被火炮擊碎 倒在了叢星的雜草中 還有老鼠啊 跟烏鴉 白起似乎感激到了什麼 將我本來只抓住他的衣角的手一把握住 白起 跟緊我 他另一隻手僅限的扶助劍柄 領著我邁步走進了這座荒城中 在死急的空塵之中 最先映入眼簾的 是橫倒在街邊的森森白骨 與哭手冰哥 有骷髏頭啊 看著眼前的一切 我不由停下早步 愣愣的站在原地 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是斷垣殘壁 滿地狼藉 我腦海中閃過的卻是他們完好無損的模樣 我們要恢復記憶了嗎 刺痛突然襲來 無量掐兩步 捂住的頭倒了下去 一旁的白起趕緊扶住了 突然向前傾倒了我 你沒事吧 快死了 多看我記驗吧 我剛剛好像看到了這裡原本的樣子 接著講那是一家糖果店 老闆是個胖胖的大叔 每次買糖果時 都會偷偷在往孩子口袋裡 還有那個空空大當的小屋 我記得他們家的兒子 剛滿周歲 這麼厲害 門前還有老花匠啊 是他招給我 如何種植封信子 原來如此啊 這桌塵應該是美麗繁華的 那邊有花圃和噴泉 街上有往來的新人 不該是這個樣子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我沒事了 如果再出現頭痛的話 我一定不拖累你 馬上就回家 他握住我的手緊了緊 一字一句的開口說道 一起來了 我就一定會保護你 感覺好可靠哦 太好了 時間越來越晚了哦 清涼的晚風吹來 帶動破舊的窗戶搖曳出 積壓現象 感覺好荒涼啊 天色慢慢暗了下來 周遭似乎弥漫了一層迷離的白霧 時不時就會有稀稀疏疏的身上 從我們身邊掠過 北琴 你有沒有感覺 好像起霧了 吊墜上的寶石似乎散發出某種柔和的光芒 將我們身旁周圍的霧氣 稍稍驅散開來 我目前沒有感知到魔器的存在 這樣看來 只剩下一個地方啊 哪裡 只剩城堡了嗎 博物中的那個高塔 沒有受到任何戰火的波及 好宛如一柄利劍 刺穿迷霧 高聳入雲 直直直向蒼蟲 惡魔 會住在那種地方嗎 去看了才知道 好吧 我們只好往高塔的方向前去 然而我們剛穿過一條荒蜂巷道 一道人影忽然出現在我們正前方 難道是蒼蠟嗎 蒼蠟 果然啊 儘管只是隔著濃霧的一道模糊身影 白起也瞬間認出了對方 那個人影聽見他的呼喚後 身形一頓 停在了原地 怎麼回事 那是一張平凡而年輕的臉 身上穿著和白起相同的制服 而原本表情迷茫的蒼蠟 卻在看到白起的刹那 彷彿看見了什麼讓他極度恐懼的東西 瞳孔經縮轉頭就跑 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要跑開 白起已經拉著我毫不猶豫的追了上去 當我們快要丟失他的蹤跡時 我想了想的鬆開白起的手 盡心推開他 怎麼了 白起疑惑的看著我 你不是會飛嗎 或許飛到高處 容易找到他 原來如此啊 所以白起在這裡也是有那個 飛的超能力啊 所以剛剛他說他幫我們修屋頂的時候 他可以輕易的跳下來 是因為他會飛 原來如此 那你呢 不用擔心我 我會追上你的 他聽見我的話之後並沒有離開 他想了想了反而向前一步 輕輕將我攔到身邊 抓緊我 我要帶我們飛了嗎 什麼 真的耶 刹那間 我被一股力量向上帶起 原本踩在地面上的雙腳一空 我大驚之下 幾乎本能地抱緊了白起 哇 我們真的飛起來了 還有烏鴉群從我們身邊飛過耶 我這是飛起來了嗎 嗯 不信的話低頭看 太有趣了吧 那還是算了 我有至高症啊 我的耳邊似乎略過一縷笑聲 晚風混著白血呼吸吹覆過我的臉頰 我往下看了一眼 那些原本困住我們的白霧 此刻飄盪在腳下 覆蓋住了整座城市 我看到他了 就往高塔跑 所以倉路也往高塔跑 當我們攔截下倉路時 我們正站在高塔之下 啊 你就是 和白起的整節制服不同 男人的白衣上血跡斑斑 他該不會是因為看到我們所以還跑跑吧 而不是因為看到白起 臉龐因為恐懼而扭曲 他努力震動身帶 卻無法發出完整的字句 他怎麼了 白起沒說話 只是張望景仙的忽在了身後 倉路此時終於有了動作 他抬起手指向白起 字字句句 似乎都是從輔廢中擠出來的 你就是惡魔 他指著白起喔 突然之間 一大群蝙蝠穿過廢墟 嚇我們襲來 小心 混亂中 白起一手護住我 另一隻手握住了胸前的吊墜 蝙蝠們似乎怕這個吊墜啊 不敢再靠近我們 白起 你要小心 所以我們是惡魔啊 果然啊 我就知道 倉路向白起伸出手 還沒來幾開口 一股黑霧從他身後的高塔中 驟然湧出 無數雙利爪 將他神仙拖了進去 哇 這個畫面太帥了 這個畫面真的超帥氣的 白起沒有猶豫 他叼住掛飾 一髮抽出了退魔力刃 所以這個掛飾是那個啊 驅魔掛飾 他好像咬著掛飾 這麼帥氣 烈染的鋒芒 阻擋了蜂勇而至的蝙蝠 他們私命著四川逃開 我們與高塔之間 終於有了一條道路 這個好畫面喔 哇 怎麼了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巨響 碰的一聲 高塔的大門突然合攏 我們徹底陷入了不見無止的黑暗之中 白起 門好像推不開咯 我試試 他用力推了幾下門 但是還是打不開喔 現在怎麼辦 上去看看 好 走 哇 這個畫面呢 突然之間幾聲清脆的聲音響起 隨機我的眼前突然出現了一道柔和的光芒 是擺起的那枚吊墜 吊墜散發的光芒銀白閃爍 照亮了我們兩人的臉 累嗎 有點累了喔 你要別我們嗎 下那間 我的腦海中像是有涼漪泛起 又有回憶了嗎 怎麼了 我有點好奇你的經歷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荒塵 所以很好奇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好 其實 我是從電雨室來的 在你的兩千年之後 哈哈 白琪說了都城裡狂歡的節日 與港旁收返的龜船 黃墨上筆直的孤煙 他去過的地方好多好多 在這漫長的階梯上 似乎永遠都說不完 然而階梯終究會走到盡頭 高塔上祭壇的大門靜在眼前 我現在好羨慕你啊 你想去看看嗎 想啊 但是我可能沒辦法去了 為什麼 你記不記得我家門口那幾株封信子 我曾經想過 當它花開的那天 我就離開村莊 去進階外面的世界 可是不管我怎麼教官它 滋養它 他們從來都不開花 或許那個惡魔不僅詛咒了這座城市 也詛咒了我 每當我凝視這座城市的時候 我都會想誰能來拯救我呢 你怎麼了 你 會是選擇我的那個嗎 我將手伸向它 彷彿伸向內壁前那根救贖伏母 我的聲音漸漸飄霧起來 輕得宛如幽靈的 一語凝膽 就在我即將握住白起手的那一刻 它忽然向後退了一步 白起 我知道為什麼倉路會落荒而逃了 怎麼了 她當時驚恐看向的不是我 而是 我們怎麼了 因為在她的眼眸中 除了聖物的光輝外 也漸漸倒影出了一雙 血紅色的眼睛 是無我的眼睛 也是惡魔的眼睛啊 果然啊 我們就是惡魔啊 狹窄的空間之中 原本一切溫馨美好的氣氛 盡速退去 若有肆無的血腥氣 從我的身上溢散出來 白起曾為猶豫過的目光 第一次出現了動搖 而我滿意急了這份動搖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她卻還想要一再確認 你 是什麼時候附身在她身上呢 屈魔師大人 您在說什麼笑話 從一開始 我就是這座死城中的惡魔啊 彷彿為我自己的眼睛喝彩一般 我放肆地笑出了聲 所以我們是在演戲喔 真假的 我猜你其實早就對我起了疑心對吧 你確實是我調查的對象 蒼璐在調查報告中提起你時 說你對荒城中的一切毫不知情 但我需要確認 所以就算我不主動提出 你也會想辦法讓我跟你一起進城市嗎 我懷疑過你 但我更想去相信你 她重新抬起眼人時 眼中的情緒如潮雪退去 又回到了我們初見時的凜然模樣 你當時也是這樣騙過蒼璐的嗎 她現在在哪 你猜啊 我笑著一步步向她緩緩邁進 而她則不得不向後退去 挺拔的背脊 碰觸到緊閉的門扉 大門應聲而開 房間裡的蠟燭無風自然 應徹了整個房間 她就在這裡 想不到她居然能逃出法陣的禁錮 還能向你預警 但沒關係 只要最終的目的達成就可以了 用驅魔式這種高級的靈魂 一定可以換回更多的 啊 原來如此啊 所以我們是這個荒塵原本的居民 然後我們的城市被摧毀了 我們要用驅魔式的靈魂來 來救以前的人嗎 我輕輕揮手 房間角落的鐵鍊暴漲 直直飛向百喜 哇我們這麼厲害啊 她觸手不及 只閃開了一條鎖鏈 而另一隻手已經被鎖鏈牢牢扣住 向旁用力拽去 放開 我們要來個鎖鏈play嗎 房間內燭火悠悠 硬叫著白喜伯和沉沉的額頭 我不予輕快地來到她面前 微笑著開口 不要掙扎了 難道你還妄圖從這個窗戶飛走嗎 啊 你聽得到嗎 還在我們內心的良心嗎 我需要你的回答 相信我 我 一定會 你在跟誰說話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 我就是惡魔啊 我向她露出了一個燦爛的笑容 與這幾日 對她露出的任何個笑容 沒有任何的區別 然而白起此刻臉上 滿是厭惡與抗拒 曾經有過的溫柔荡然無存 我愣了愣 這不是我想見到的表情啊 但是沒關係 只要儀式結束 她的靈魂就會永遠地留在這裡 陪著我 不要離開我 我的目光迷離而癡狂 世界內只有白起脆弱的脖頸 哇 無論是對我們藏大的人類 只要像療牙的切入 也不過是沾板上的魚肉而已 我提身靠近 緩緩張開嘴 雪白尖牙碰去刀燭熱的肌膚 我們咬下去了 白血的喉嚨發出一聲心痕 終於看到沒了 心疼的味道湧入口腔 令我每條神經都在站立 這個畫面也太短暫了吧 我沉浸於這份最惡的快感之中 貪婪的想要獲得更多 卻還沒有注意白起來說什麼 你 醒醒 所以他們是任由我們女主的吸他血 千號白起 抓緊 是我 大量渲入的鮮血讓我頭腦處於一片混沌 只有時間上品嘗到的靈魂才是真實 天啊 我們吸了多少血啊 魯魔 給我從他的身體裡 滾出去 我緊張時鬆開了白起的脖子 卻發現自己的右手動彈不得 白起的鮮血在流出啊 他就像是感覺不到的一番毫無反應 他的一隻手仍然被鎖鏈禁錮 而另一隻手此刻就牢牢地握住我的手指 逼迫是我死死抓住了那枚生物 劇痛從掌心蔓延至全身 我平平小肩脫開束縛 然而白起的手指紋絲不動 我不由得失聲尖叫 白起 我是我啊 你將會殺了我的 會死啊 只有你 所以我們不是惡魔啊 我們真的被附身了 深入發出的白色光芒 蓋過了房間內的燭火 將我整個人靜默在來的其中 我在光芒之中沉醉 在某個遙遠地方 傳來了細微而嘈雜的聲音 不好了 塵門破了 敵軍弓進來了 饒了我吧 誰 誰在叫我 你快逃吧 塵門已經破了 你逃到高塔上去 把門鎖起來 你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塵門 我迷茫的環顧四周 發現自己回到了荒塵之中 身邊是人們的哀嚎與痛呼 頭頂不斷有巨石飛落 巨石砸壞了房屋噴泉花園 點燃了大火 將整座城市凋成了一座 無間烈獄 這是 我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這個人 但他的面容仿佛龍叫成一團白舞 只有他焦急的聲音 字字句句冠入我的耳中 你是製作城的希望 一定要活下去啊 那你們呢 已經太晚了 快跑啊 不要啊 原來如此啊 所以我們是 太難過然後變成惡魔了嗎 城裡的人 一個活口都變流 塔內空壯盪的 塔外也死即無限 怎麼回事 四周 我看真的只有死亡 那些記憶中 白日甜蜜的糖果 升起薄薄的花朵 以及繁華的街道 此刻已經被險樣的夕陽與殘緣掩埋 怎麼會 我不相信 我必須要離開這裡 我驚慌地想要去推開緊閉的大門 但是無論用什麼方法 大門都蚊絲不動 而房間的陰影中 似乎有個聲音的對我甜美微笑 喔 真的惡魔啊 所以我們不是惡魔啊 惡魔說 你想讓一切都恢復原狀嗎 你想讓你的朋友鄰居 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復活嗎 我 所以我們被他們 我被他那個啦 被他洗腦了 我想讓大家都復活啊 啊 快睜開眼 只要身上的靈魂足夠多 我就可以為你扭轉這一切 交給我吧 我會幫你讓身邊重要的人都帶回來 但你需要將你的力量交給我 驚化術已經啟動了 快醒醒 誰在叫我 這個聲音好熟悉 很好 現在伸出手 朝你的影子走去 白琪是你嗎 是我 你聽我說 我無法突破這個封閉的空間 你得用你自己的力量出來 我相信你做得到 我會記住你 你還在猶豫什麼 你不想回到從前的美好時光了嗎 我家內心是惡魔跟白琪在交戰啊 不對 他們都已經死了 是不可能復活的 不要再蠱惑我了 我看到了房間中唯一的出口 我不會再被你欺騙第二次了 我不要 許假的幸福 在惡魔的禁錮仙中 我一步一步 越慢越快然後縱線一樣 從緊閉的窗中飛了出去 啊 窗戶破了 所以我們也會飛啊 破碎的玻璃劃破了我的臉頰 狂風從我的耳畔捲過 我微笑著 像急速逼近的地面張開雙手 彷彿在等待一個久違的溫暖擁抱 下一秒 我如願以償地落入了那個懷抱之中 白琪的脖子上還有血痕呢 我接住你了 所以我們是 童話故事好結局了嗎 許久之後 荒城附近又多了一個傳說 傳說某日夜晚 那座高塔頂端出現了刺眼的白光 隔著好遠都能看見 他們看見一道光從視窗上下墜去 隨即又被一陣風帶著飄上的遠方 人們說那是掌管瘋的天使 帶走了曾經得不到救贖的靈魂 如果不是神經 他們該如何解釋 那些曾經失踪於城中的旅行者 又突然好法無相地出現在高塔下的傳聞呢 現在 這座曾經被噁魔盤踞的荒城 成為一座聖城啊 如今無數人前來拜訪 他會附了另一種繁華 而我們還是在那個小木屋中 偶爾會有探險者從家門口路過 他們好奇向我打聽這個城中的傳聞 還有那個玄妙的傳說 可我只是笑著搖搖頭 哇 有人敲門呢 來啦 該不會是白氣吧 真的呀 我打開門 得到熟悉的白色身影 沐浴在灿爛陽光中 他微笑著向我伸出了手 小屋門口 封鏡子的花開了 所以我們得到救贖了 封鏡子開了 無喜咖哩開了 準備好了嗎 一起出發吧 這結局也太棒了吧 我超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約會也是非常有趣 還有那種童話故事的感覺 像個傳說 最後我們 封信子花開了 我們得到救贖了 我們要跟白氣去探險了 好吧 之後我們再來看這電話囉 那我們今天就看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要訂閱的話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可以親自我 也不能聽你 向我聽說 我會拍拖子 然後我還是會拍拖子 以及明確的 我們可以拍攝 我們會atro